大家回報一下目前我們的進展 就是我們大概花了半年多的時間 然後目前終於跟林務局有達成一個合作協議 那林務局大概也能理解我們這樣的新的商務 特別是在永續的退經還有碳綜合的部分 所以他在這次有跟我們分享了將近11個林場 我們會過初步在這個計畫的開始 那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很希望在第一年 針對於這樣的一個新的商務去策擺一個林區的博覽會 那今年有一個契機就是在我們的算是媒體的宣傳領下 有不同單位找上我們 所以第一點我們應該會跟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 提供他一個碳綜合的實用選擇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跨步 當然是因為我們很指標希望策略性的找一些國際單位 但是它是落地在台灣的商業市場 那這樣的一個好處是帶來他們講的三年的永續 終於有一個實用選擇 而且可以推動循環突擊 並且讓地方創生 那大概是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目標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也蠻策略的去找了TEP 那TEP F台北它其實在去年有關注我們 那這次我們找上它之後 它覺得我們肯定非常棒 所以我們很希望在今年可以策辦一個博覽會 它是在裡面扮演一個峰會的角色 而這個峰會的角色 我們過去的TEP比較是講免事論數 但我們可能會在前中後 安插比較多的Solution的會話 讓產業去理解有這樣的一個模式 然後它是一個很棒的cycle 那用這樣的方法 那當然在這裡面一個博覽會 它的Country的產出 大概我們的核心價值會是在於 我們大概是用病院去解決循環經濟 特別是邁向永續的方法 但不限定於指數 所以我們是以土地定業 以一種定業的形式 在當代去創一種新可能 那大概這樣就認住 所以今天要講的東西就會是 今年我們的契機就會發生在台北當代 因為他們的時間點會漏在7月份 它大概移了5次了這個世界 那他們自己也算是影響蠻大 所以大家都在思考疫情之後 不僅僅是經濟 而是在於我們提出了什麼樣的解決方案 那我們都有一個共識在跟這些協力 當然就是台灣相對安全 但我們也有一些責任 不斷去思考疫情之後 我們應該怎麼前進 特別是美好前進 所以這一次呢 我看他訊號 不是很好 我就直接吧 沒關係 好 那這一次呢 我們大概約定是希望 正在組織是可以在5月的第三週開始 一直到6月的第二週 可以在今年策辦一個博覽會的形式 而這個博覽會的形式 我們也認為 如果今天只是去論述我們的解決方案 找大家來聽一聽 其實不切實際也必要性並不高 雖然它對於渲染跟散播資訊有幫助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每一次 每一年為土地辦的博覽會 都有一種新的推展 所以在今年我們希望創好市交易所 這個Explode的第一屆 那我們的論述議題不是來聽我們做了什麼 而是我們都希望發起一個公民運動 跟現在的藻礁很類似 但是我們希望去發起一個全球第一個 有公民群木而為地球種下的森林 這森林是貢獻給地球 貢獻給疫情後的時代 那在這下面我們認為透過訂閱是一種 訂閱未來交易的進行式 它會越來越美好 所以這個進行式的行是故意的嗎 進行式的行是故意的嗎 進行式的行是故意的嗎 你是說下面 進行式的 所以在這邊我們認為我們提出的 其實我們認為訂閱是一種解決方案 而這解決方案可以媒合土地本身 行為本身消費本身 那它可以突破 目前我們只是具備責任而去履行 而是透過產業消費的動能 轉移這樣的性價值 用這樣的方法去做前進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覺得每一年辦的博覽會 它都應該對於我們的國家跟土地有所貢獻 今年我們跟林務局就希望抓一萬棵樹 這一萬棵樹 我們會告訴你這個博覽會 有什麼樣有意義的事情會發生 如果你也這麼認同 請跟我們一起去做這個植樹動作 而植樹之後你在這個博覽會就有通行權 所以它的自家模式略有不同 是這個cycle是顛倒 有一個事情有意義我們認為要做 我們要先付出 而這個付出是我們未來會有更好的回收 而不是說我耗了很多時間 最後去種樹 這個邏輯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今年大概會用這樣議題 那明年的落定暫時的趨向就是 在於土地訂閱特別是農務 那我們現在在花東有在跟幾個休耕農 有談一個新議題就是說 他副根據種米種什麼都沒有 那甚至種出來也賣不出 那但是他們有一些台灣原生種 包含像油盲這種超級食物 他就值得被倡議 而且他也是一種在行銷學 是新的傳媒跟焦點 我們是可疑的 那接下來就會接力到文化 那所以在這樣接力我們的三個篇章 前面當然我們就稍微介紹一下 好市交易所 那這個我就大致上帶過 那在這邊的議題呢 我們大概會有分四個焦點 一個焦點是好市交易所 比較像是一個證券交易所 他是一種框架 其中不同產業透過訂閱 而閒簽連結 而sell out 所以在這裡面會有藝術 會有音樂 那會有我們的big action 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是作為一個發起單位 那在這邊相對的協辦 我們就是透過操作方式 我會邀約不一樣的媒體成為我們的夥伴 但是在主流的媒體協辦 我會找CSIA天下跟社氣流 那社氣流部分我沒有那麼熟悉 所以可能還要再想辦法跟他們做聯繫 那CSIA天下其實在上一次已經辦過峰會 那他們也認同我們的做法 那他們的總監在下週也要跟我一起去領務局看地 如果可以成他很希望可以媒合是 就是今天的雜誌的資本它沒有原罪 本來就是文化的基底 但是來到如今 其實數位當前的時候 資本它會依然存在 但也不會消失 不過它有一些原罪就是碳中和 所以可能我們會希望去媒合一種 提供友善選擇就是年約 那你不要去學馬克背什麼巧克力 也許你為台灣種下這一顆 剛好K-Balance是很棒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有一些合作單位跟指導單位 所以今天我也想問一下政委 就是指導單位部分 如果今天這樣的一個永續博覽會 在台灣是首創發起公民運動 我不知道這樣的博覽會 是不是有機會由社創平台 作為一個指導單位 社創平台就是社創中心 並沒有什麼差別 好 沒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是 如果在這個形式底下 當然框架有什麼指點 我們希望可以是指導單位 所以永續會已經答應了嗎? 永續會我現在已經在 現在很奇怪 立法院現在有一個新創組織 是面對SDGs的策進委員會 跟永續 我在思考應該二則一才對 也無所謂啦 你如果都能說服那也不錯啦 了解 那我們都有約下下週或下下週 提出這個議題 那第二個就是因為 在我們的峰會裡面 我們的campaign 來到第二週的五六日 我們會有一個是 現在我跟台灣設計研究院 那提出這樣 因為我們有一點認識的關係 那過去在經典獎 其實有一大塊議題 都是永續類的 那他們希望去抽出每一年 在永續類的評審跟得獎組 可以對這個指路選對話 而不僅只是你得獎結束 那我們認為他是更有責任去考 並且去宣布的 所以我邀請他們也是 峰會其中一天的主意 第二天是Telex 台北 第三天是 所有 只要跟好市交易所 有形成商業合作 而共同撤進 他算是Green Power 所以我們用Green Power的方式 讓他去論述他的議題 也退播他的商品 而這樣商品 可能是一種行為 那這些東西目前 我們大概已經有五六款 我等一下大致分享 那核心價值是不太一樣 所以在這邊 我們有撤進一個好市交易所 他是整個的外部框架 將所有的訂閱形式 都上架 並且去書名 第二個 台北當大畢竟大咖 那所以 有了這個Solution 我也邀了他們的聯合總監 來幫我測一次展 那測這一支展 我們邀約的藝術團隊 其實他挺特別 他們是做了花藝的漂浮指導 而上面有非常多的Sensor 感濕感光感光 但是後面銜接的氣瓶 二氧化碳氧氣更加 那用這樣的形式 他雖然是一種心靈的表徵 但我們認為他可以做得更多 第二個就是說 他也面臨實際困難 他很難被收藏 他不是油花 所以我們希望 現在正在談商業項目 就是希望去透過一種邀約 以Robin他作為一種策展 那我們邀約他是 如果他綁定這1萬顆裡面的1000顆 作為一個啟動 那他來展出 當然我們可以論述 有藏家願意收買 其實他就成為一種群木 畢極達標 那有一座森林 就因為他而被種下去 那在收藏期間 在我的觀測平台 探索能力越來越高 是積累式 所以他也是一種藝術品收藏 除了NTF以外 一種新的形式 那我們願意這樣去嘗試 也成為一種口碑 那當然也幫台北當代理 你說除了NFT以外 是說你不用NFT嗎 我會用NFT 但形式不太一樣 因為NFT只是把他的故事 跟他的料理做記者 但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有一個新的action 因為這個而產生 對 他不是去買過去行為 而是去買未來行為 這是不太一樣的 那再來一個 我們會成就一個電台 那這電台裡面 我會邀約媒體各自去填campaign 那邀約不同人來論述 所以希望如果可以成 因為現在在各媒體談 可以成他們在論述的時候 就是Digital Radio 結束 看要直接是 當下要不要開 Clubhouse 或者是直接上 就這樣而已 但是最後我們會有一個永續行動 因為 畢竟是一個商業項目 我們需要資金來源 所以這一萬顆 我等於是做分銷 有2B的 combuy 然後sale out出去 那最後我會留 三成至六成 是單獨銷售 所以對我來講 這一萬個人的參與 可能最後零售也許佔的比重不高 但是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想要參與的 峰會 或音樂會 或者是藝術 那用這樣的方式去做一個展演 那目前我們的Focus地點大概有兩個 那也想要聽聽這種看法 一個是比較簡單就是華盛 對啊 大家都會想到 第二個我覺得有一個標的還不錯 就是瓶蓋工廠 那好像瓶蓋工廠比較積極 因為現在是市政府主力在推 那所以 都不錯 瓶蓋工廠也不錯 瓶蓋工廠就是遠了一點而已 那其他沒有什麼 相當也剛剛辦活動 那所以我以這樣的基地 大概我們需要大概是界定在100到300坪 那華山它有一個天生的好處就是說 我租的倉管不用大 大概100多坪 該做的做就做之後 但是如果我這一萬的量能在 宣傳或銷售期間夠高 其實我會像simplelife 可以去在大草居之間 那而且也相對安全 那但是在這議題裡面 我們在操作有點不一樣 好市交易所的部分 我大概描述一下 有幾個campaign是特別的 第一個 我們土地訂閱目前已經跟 喜悅月子中心做了商務合作 這商務合作的特別之處是在於 我透過幾個復更地 它是有機農 有機農 它用戰農法去種植 那我就透過一種 泥表的包裝 提供給喜悅一個泥月 它是獨家通路 那小寶寶出身的重量 我們給它就是去訂閱後面的福田 那所以我訂閱100份給親朋好友 因為消費等級都差不多 他們如果願意續訂 永續就被接力 沒有的話 它還是按它獨家通路 在商營角度 因為我是色情 它的稅率 然後包含就是說 他們這一個商品獨家 而且對於品牌的關懷 第二個 我買明月裡 它自家成本如果差不多 分享給別人 這一塊土地會在觀測平台 被hooking 而逐步被接力 理解 大概是用這樣 土田做的概念 是 那其他的話 我們就是 在之前的項目 包含棕樹 香草 都是往前推進 香草我們是跟福銅園合作 那永續藝術的部分 就是剛才我有提到 但其中有一個蠻特別的是 因為台北當然是國際組織 它的協力廠商 也就是這個團隊 他們大部分都是簽廠員 其中有一個 它對於什麼 報官、莊運、撤展 特別在好 可是它是疫情第一排 那我們那時候在聊的時候 因為是希望它去sponsor 我們的車廠商 後來我們聊出一種 新的思維是 我覺得很棒的是 林務局現在不僅 透過商業媒合 讓人家贊助去種樹 第二個 它大力在推國產建廠 所以在整個碳中和的 cycle 裡面 其實樹木最後的長久使用很重要 所以我們有在思考一個 過去大家都講的碳標 是正碳標 我們認為其實蠻有機會 去做一個所謂複胎標 那我們想要做這個事情 去做一個 循環模式 但現在正在逐步的商談 那如果有相關的設計 它是對這方面 有一些study 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合作 我等於是打造一個平台 了解 那這就是我剛才在講那個 藝術作品 那永續電台的部分 我們現在下的campaign 就是永續發聲 與地球說說話 那這中間就有很多論述 那裡面的峰會 我們現在就是跟TELUS 台北台灣設計研究院 還有一個Green Power 那這中間我們有導入一個小小的資訊 因為我也需要贊助 所以在議題部分 我們找的是Microsoft 然後Teams 他們想要把這個Zoom 對 他們想要搶下這一塊 那去年的跨年 他做一個比較特別 就是拿Teams來做演唱會 那我們覺得很棒 原因是因為 我今天辦博覽會 我沒有群聚 但是Keyman在 我們很希望下面一百人 線上一千人 那用這樣的方式 透過Teams去support 那Display的硬體 他就用最新推出 剛好是那個Surface的HUB 那這個是我希望可以達成的 他們像點對點加密 這個落後怎麼那麼久 終於退出了 有一個什麼東西可以做 也必須要有 有一個地方讓大家知道 了解 那還有一塊 我覺得我們的know-how 是薄弱的 就是說我們認為操作議題好 但是正確不太清楚 因為我剛剛在去年底幫台電測了一個展 那測完展之後 我後來大致了解台灣綠電生態 那有關於永續能源的部分 其實TELUS他推出了一套蓄能系統 在AI儲能 他們現在在大力發展 第二個 所有的綠能都會進行台電智慧電網 所以我們有在思考說 打造一個小小的金三角 就是有一個永續能源業者 有意願 然後進入台電智慧電網 然後透過台達電的續能 來support 二十小時光圍 那我不知道這樣的議題 相對性正確 還有就是說 它的光環是不是需要這麼去操作 不過你說正確的意思是說 你從頭到尾都可以用智慧電表量出 它的實質的貢獻 事實上就是我是廠商 我綠電供給台電 台電只是它是裝 對啊 但它也幫你量不是嗎 它也幫我們量 我們是提出我要用電 那譬如說我全部用一萬度 那這一萬度就support 二十小時通過 全部就是這樣 那事實上你說 它是不是真的太陽門去衝這個 已經不重要 因為已經是智慧電網 類似全證分離 類似類似 反正他們也在做認證 那如果這個是相對正確 他們有意願 當然我得到一個support好處 是有一些公信力的單位 他們也可以互相錄出 我想他們一定有意願 不過這個並不是新的 已經不少人這樣做 是 是 了解 好 大概我們有想到在行銷幾個關節 但我們的初衷就是說 打造平台有一定高度 大家訊號是好事情 你確的 大概是用這種方法 那所以最後我們會有一個 當然因為內容本身 如果過於元素 或是商業 它其實在照商會痛苦 所以我很多的sponsor 包含 比如說有一些在講永續的酒商 茶 或者是路易莎咖啡 那他們都會是我們sponsor 很重要的名單 他就會support在這裡 那我們希望最後可以有一個 比較柔軟的音樂會吧 然後幫大家做一個小小ending 那就期待 那 所以 目前檔期 我暫時壓是528到6月的13 那在這邊 因為其實我們進行社創 其實都是有點自己在獨立前進 那 我也覺得大家是辛苦 但是大家都要做挺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 今天大概有幾個訴求 第一個訴求是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落點會在4月22 疫情之後第一年的世界地球日 對外kick off 那 我很希望 常政委可以針對這個幫我們錄一段宣傳 第二個是 在我們的開幕也好 或峰會也好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可以邀請得到你來 去做其中一段論述 那我覺得它的標的意義會是在於 我們算是有一點小小特別的社會企業 因為我們並不推出商品 而是媒合受罪 我理解了 大概是這兩塊 你們有這個第17項尾 對對對 可以這麼說 但是標的其實都是17項尾 那再來還有一點就是說 雖然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 因為 像他們聚會什麼 我沒有太特別的時間 但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辛苦 請看如果政委有印象中來找你諮商 跟這個有相對關係 我們都滿樂於來洽談 讓他們有舞台 可以對全球去announce 那大概是今天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所以錄影的部分 如果你有稿子的話 你就直接給小聽 然後我們會改成我們可以講的版本 當然 然後做錄一段給您 什麼時候要 四月初 四月初 差不多 然後我們還會稍微教導一下 這沒問題 對 然後你說開幕是什麼時候來講 我現在的開幕其實是壓在五月的二十 稍等我一下 五月二十 五二零 五二零我不一定在台灣 你現在還能飛啊 對啊 五二八 五二八 五二八可能就回來了 好 有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 五二八二九三十 對 或者是六月四號五號六號 六月四號 看起來比較有可能 但是我上午在基隆 下午可能有空 六月四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 但是還很難答應你 了解 對 那六月四號下午 是唯一目前看起來比較有可能 好 好 所以五月的二八二九三十 其實都不可能 因為二八在高雄 那二九三十我有別的行程 了解 那六月五號會有可能有機會 如果視訊也許可以 好 那我在想有沒有一種機會 是 我現在當時 其實如果視訊可以的話 我在國外也都可以 對對對 就是我如果Teams可以了 所以如果Teams可以的話 其實我會比較有談心 我覺得這更棒 對啊 好像師傅 對啊 那接下來那個大港開場 我也是 就是 很酷 對 好 好 那我這部分也會跟Ted那邊 做一個商討 看看你們怎麼銜接 那目前想法 因為他是推派六個人選 那如果說證 我覺得設計裡面有 滿有意義的 你也可以告訴我 那我可以做一個推薦 不過我還沒有答應說 一定哪一天 是是是是 我想我們先把這個 detail 我也請我幕僚評估一下 沒問題 然後看哪一天比較OK 我只是說 如果Teams OK的話 那我的時間就會比較貪心 沒問題 好 那有關於我們的 我們的學生中心掛指導單位 是OK的嗎 就你就跟學生中心談 喔 他有個I嗎 那個營運中心 還有中氣處 之前 你不是辦過很多次 我只有辦過一次申請 對 他就聽我填完表 然後他什麼就直接上 了解 了解 要跟誰談小廷應該 沒問題 都有contact 沒問題 好的 那另外一個他 通常是你辦在這裡 這邊當指導單位 是絕對沒問題 你辦在華山 那其實我不確定他們現在的 policy 是什麼 說真的 現在其實空總我有大概資訊 對 那空總坦白說 有兩個先天 第一個是他相對設備 沒有這麼多 我知道 而且是古蹟你也不能夠 也不能動 那我覺得在特別前面三屆吧 我們有些商業考量 否則這些大咖不會 這是一個 那當然我們也會再進一步了解一下 對對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相對於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他有另外一個高度 是在於說 如果我們跟台北當代這個solution 真的有可以成 那他們在裡面的一些salon 如果希望可以邀約政委的話 不知道這個可以談嗎 反正就 因為我的行程都是小您在拍 所以 我現在很能答應是因為 我大部分的行程已經拍到 我看一下 7月 對 那我們就是要試著幾時間出來 沒問題 對 那反正就是你把邀約都給他 然後我們自己來評估 好的 但是預錄是一定沒有問題 現在就可以答應 好的 好的 那政委在設企部分 或者有關於區塊鏈部分 對 因為即將我們開採完 就要去做商業 那這部分不知道 您會不會給我們一些 相對的建議 還是 因為我等一下要去方廠 然後 我還沒有很仔細的study 他們的 這個是目前 林務局 開給我們林務局 開給我們林務局 那在這一次我會先以 因為我們缺很多是保安林裡的防風 對 我會直接開四塊林務局 一萬棵樹 來去做 那再來還有一塊追碳中和 特別是在航運還有台北當代 我會用太平山的林務局 因為他們剛好在做第一階段的書法 然後要回頭再去種台灣山 那因為你種就四十年 對大概是 不過在這裡面 我一直遇到一個蠻難釐清的問題 就是說 種樹其實是生態性 沒有guarantee 我們只知道說我今年付的這個錢 我們去做這個行為 那回到一個 即便年齡務局 他都不能guarantee 所以他只能一年一年自己去付這個成本 那回過頭 就是台灣因為也沒有任何碳交易所 那我們再去相對換算 雖然台北當代不管那些 他就是願意 因為對他來講市場有升量 那是不是這樣就可以運作呢 還是在國際上 在碳交易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要注意的事情是什麼 不過你現在要問的是說 探定價你自己做會有什麼樣子的風險 還是說 你現在先不管探定價 只是在想說 林務局這樣子的可觀測的 種樹的活動 是不是足夠多社會價值或環境價值 就是說你的貨幣化跟量化 有多近 我現在就面臨到一個抉擇 第一個我們不想走貨幣化 那不想走貨幣化 但是遇到一種大的展測 我們還是必要對量等等量交易 所以他現在的運作方法會是在於說 台北當代今年做 他就只買我今年直樹探權 那這探權 林務局並不會給你一個絕對值 他會給一個相對值 比如說他這一棵樹 他接下來栽培起40年 可是林務局只會過去經驗 就只會栽培第一第二第三年 他活了就自然活 那他給出來標案就是 那我七成五的存活率 那我可以做的相對客觀做法 只有說我中一千顆 七百五十顆我拿來上鏈 而且用這個去計總 然後提供給台北當代 去當地建議林務局 對 可是他對於貨幣化 因為我們沒有經過認證 我們也只有經過相對數值的參考 那這一塊就是我目前在推動 如果硬要講探權的部分 他會有一個 我具體的建議就是先等月底的氣候變遷引法 對 因為哪些是探費優先 那這個探費他的計算基準 盡管會到底角色有什麼 等等這些都會在那個修法草案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在想這個的變數非常大 因為沒有人知道這個草案公告到立院到三度通過 總統會改到一些地方 而其中的每一條一改 你剛剛講這個模型的參數全部都要打掉重來 對 那所以我會建議說你第一年就是今年 就是把它當倡議 先不要想說他一定可以去做標價 切看切走 對 因為你現在如果就已經給他一個量 那最後你的計算基準跟氣候變遷引法差太多 那你等於打掉重來 對 那所以還不如你今年就先不commit 特定的貨幣化方式 對方你說你量化就好 而這個量化也可以先把它定位在倡議 就是做了什麼行動 是 奧克林的水準 那音派的那個水準 我具體建議就是等月底的草案公告 然後也要看他在立法院的狀態 然後你在嫁間 你這邊主要以倡議為主的 奧克林為主的 進入這個環保署的音派為主的 這個體系 我覺得會比較好 好 以他們當代來講 因為我們剛剛開了幾次會 那基本上 不罰很多碳交易的NGO找他 那最後為什麼他會有意願做這個 其實還是行銷交易 當然 所以對他來講 我還特別為了他去組織一個碳盤差委員 然後透過台灣綠林協會 他是NGO組織 那用這樣的方式他覺得相對有公正性 所以我們就是各自表述 對 他今年可能需要1000噸 那我們種的這一片森林 應該大致可以 我知道 他不會去做交易 對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說你現在並不是真的把它當作一個可交易的程度 現在比較是說你有做這件事情 我感謝你 只是這樣而已 謝謝 對 就一份心意 那但是因為不管是碳費的訂定 那排碳的大戶 或者大戶以外 哪些會被納入氣候法 或者是其他的草案 其實現在還沒有定論 那如果有定論了 你這邊要在哪些地方以外 都是倡議 哪些地方以內其實可以定價 這條線就很好畫 但是這個有定論以前 你知道不知道要花在哪裡 所以還不如就是說 今年都是為了準備而做的倡議 應該是三年要準備 是比較清楚的 對對對 好 好 那 以正穩的角度 以這樣博覽會形式 他雖然不是一個非常巨大博覽會 那我們逐年舉辦 其實對於我們社會企業的聚合 有沒有可以起到一些幫助 因為我總覺得我們自己做 我的重點還是打平台 最後希望大家理解 然後自己來對我們做一點 我覺得很好啊 我覺得你這邊highlight出來的一些案子 如果也可以鼓勵他們來報名 我們的亞太社創合作獎 那我覺得會很好 就是跨部門的合作 越聽起來不太可能合作 他就越可能得獎 因為我們亞太社創合作獎的目的 像之前台灣的那個動物社會研究會 跟加勒福做飛龍絲雞蛋的那個案子 就是加勒福跟動物社 平常不會想說他會湊在一起嘛 但是去年得獎的大部分都不是台灣 台灣好像只有GIF 543有得獎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我們 雖然我是評審團召集人 但是我不評分 所以都是亞太其他地方的社創組織在評分 所以我們得獎就有新加坡設計給菲律賓移工 在他所工作的地方可以類似Uber Eats 幫他家裡拿食物就不會拿去賭博的這種東西 就是說他越跨境越跨部門就越有可能得獎 那我覺得這跟你的策展的方向是非常像 那所以我覺得也可以多鼓勵說 一方面有得獎的也許可以要來分享 那二方面你這邊有做的可以報名下一年度的交易 因為我看我們今年不能報 他實際已經是行 我知道 但是你是每年都會 所以類似前育成的狀況 好的 那最近在循環經濟的他們的粉專 有看到一個訊息 就是立法院有一個SDGs的策進會 他其實真的在做哪方面 或者對於我們這次其實是會給到 就實際去談談看 就先聽聽看看 對對對 因為我day to day 也比較沒有介入他們的運作 之前像什麼 數位國立促進會 數位經濟促進會等等 我也大概都是去演講 但是我沒有day to day 參與立法院那邊 因為都是立法院指導我們 我們不能指導立法院 所以我覺得直接去接觸 就比較容易指導 那康康本身退一部分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Salon 真的有機會 無論是用Teams或現場 邀請您可以過來 我們可以大概先盧摸某一些議題 對 因為這部分其實大家很少接觸 那由您來去做一種 對大家的分享是ok的嗎 如果是在講溫館 或者是種樹 或等等這些 那當然我是可以講一些 我們在社創 或是Salonvahakerson 因為Salonvahakerson 去年的五個冠軍 全部都是在做環境 然後幾乎全部都是在做氣候變成平衡 對 不管是耗質地去種樹 對 或者是鳳茶 或者是那個熱上海推送 或台電 智慧電表 或透明阻擊 其實每一個都是環境權 對 那所以理論上有十七項 但事實上大家 在台灣特別care的就是環境 對 那我覺得這些黑客松的 就是作業團隊也很適合你 要來做分享 因為他們做的方向 跟你做得非常非常像 好 對那我講的話 其實我也只是quote他們而已 是是是 好 那這樣大致清楚 然後我回去會 聽證一下料點 然後proposal 還有我的邀請 對 然後還有我要預錄的那份稿子 其實裡面 你的這些point 也可以就是帶出來 了解 好 那我今天大概是這樣 很棒 想得非常清楚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一起加油 哈哈 有一個小小的祝福 都是 因為我們之前 國地定位有些應付 對 所以我們就特別把那些護符 讓我們做一個小比賽 好 這個是游泳卡 我們每天都要才用 游泳卡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我可以跟你 你是要拆開來嗎 不用就直接用 對 裡面應該沒有充值吧 沒有充值 沒有充值 就是無價 你充值我要抱正風機 了解 OK 家賓我可以給一個人證明 嗯 謝謝